刚刚我们说马丁路德借着自己的立功,要来得到与神和好的这个平安。 可是他知道他行的这些功德仍然是无法讨神的喜悦。 因此他对得救恩几乎不再有期望。 生理也渐渐的衰弱。 那么其他的生理,其他的人也帮助不了他。 因为他们也是有了这个属灵的瞎眼。 他们看不到这位小弟兄真正的需要。 所以他转向那些死去的圣徒来求帮助。 他一共向二十一位圣徒, 这些圣徒死去了。 他可像圣彼得啦、圣耶汉这些啦。 每一早向三位圣徒祷告求帮助。 我一周刚好向二十一个死去的圣徒来祷告。 但仍然归于突然。 他同样得不到平安。 有一回他一年十四天不吃、不喝、不睡、耐心地祈求。 平安还是一样没有来到。 我们常常狗狗说,你祷告啦,等于祷告了, 总是平安会来到的。 为什么他不会呢? 其实他还没有跟神和好。 简直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嘛。 我想假设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他就是下地狱了。 这个是我们知道,所以跟神和好, 这个救恩或者说这个重生得救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肯定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 终于,有一位带给了这位痛苦的人帮助跟安慰。 他就是德国奥古斯丁会, 所以刚才我们也谈到他是在奥古斯丁会的修道院修道的。 所以他在德国奥古斯丁会的头头, 这个来帮助他的就是德国奥古斯丁会的头头。 常常到访在奥古斯丁会的修道院的修道院。 他常常在这个修道院里面。 而路德就在这个修道院里面。 他与路德建立了友情。 路德向他哭诉说, 哎呀,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 那么这位一汉凡死逃避之。 这位死逃避之就回答了。 请记住,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赦免人的罪。 使徒保罗的话是,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另一次当他专注而默想基督的时候, 使路德金黄万分。 因为他本以为基督是要来刑罚人的罪, 定人的罪的那一位。 但是, 使逃避之就是这位奥古斯丁会的头头, 却对路德说, 你对基督的想法错了。 基督不是叫人害怕, 而是叫人得安慰。 你看看他的伤痕, 你可以清楚知道上帝对待世人 是哪一种旨意呢? 离开了基督, 我们就不能了解上帝。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基督, 这些话深深地潜入路德的心灵中, 真理之光渐渐地临到了他。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下子一触就成的, 而是经过许多的日子, 许多的事情。 路德最大的挣扎是上帝的义这句话。 路德认为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以及其他经文当提到上帝的义的时候, 是指上帝那一个不可以让我们描述清楚, 不可以让我们侵犯的圣洁。 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上帝的义, 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彰显出来, 所以路德的看法是, 圣经如果提到的上帝的义呢, 就是指着上帝是非常圣洁不可侵犯的, 所以这位圣洁的上帝, 他对罪跟罪人的憎恶是十分肯定的, 他只是朝着这方面想, 我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义的标准, 所以他如何能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呢? 我怎么可以达到, 以致我可以仔细上帝来向我发怒气呢? 其实他还不明白保罗在罗马书讲这个上帝的义, 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义, 他还不明白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是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基督的, 因为这福音显明上帝的义, 你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是基督在生跟死, 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他完全顺服了上帝的旨意, 就约的人没办法顺服, 那些条例完全没有, 他们没有办法遵守, 就没有办法顺服, 所以,上帝的正路常常在他们身上, 现在是这样, 耶稣却完全顺服了, 这一顺服就把上帝的义彰显出来, 还是听不明白, 那也就是说, 上帝把那些基督带他死的人, 所以基督为我们死, 我们接受了, 那么原本是基督是完全顺服的, 现在因为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 基督带我们死, 我们接受这件事情, 神就算我们也是完全顺服的人, 其实我们都不顺服, 但是基督完全顺服, 他在十字架上, 就把他的完全顺服彰显出来, 所以神就算我们也是完全顺服的人, 归算, 算我们是这样的, 对了, 罪人原来该受刑罚, 但基督代替了罪人来受刑罚, 所以这位罪人, 无论他的罪如何重大, 在上帝眼中, 已经被宣告为, 一人为好人, 因为基督代替了他受刑, 当时他不明白这个真理, 今天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这个真理, 所以有时候对真理不明白, 我们只要就是接受, 就是顺服, 顺服是很重要的, 所以基督顺服, 基督又带我们死, 我们接受基督, 他带我们死, 所以上帝就算我们也是一个顺服的人, 所以上帝就算我们也是一个顺服的人, 那么基督代我们死, 所以我们的罪, 不管这个罪如何重大, 在上帝眼中, 都叫做宣判我们无罪, 释放, 宣判我们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好人, 所以好像, 不但是宣判我们无罪, 而且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 所以把一切公祭我们的自据, 圣经说, 把一切公祭我们的自据除去, 所以在将来的审判的时候, 那么如果有, 假设有人说, 他犯什么罪, 什么罪在地面上, 那么那个罪是, 那个罪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事实上已经怎么样, 今天已经被除去了, 向后云消散, 色色已经无迹可寻我们的罪了, 哇,这个是太伟大的救恩了, 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站得住呢? 所以救恩非常重要, 因为面对审判的时候, 我们一生的事情都要, 都要, 一生讲的话要公出来, 我相信一生的事迹都要显明出来, 但是感谢上帝, 所有公祭我们定罪的那些证据呢, 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所有的罪, 所有那些自据都被除去了, 因为这样我们才真的可以享受平安, 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五节说,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那位上帝, 他称罪人为义, 罪人的信就算为义, 不做工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必利工, 如果我们要立功的话, 好了, 回去, 神造人的时候, 就跟人建立了那个工作之业, 立功之业, 你要完全顺服, 神跟谁立业, 神跟谁立业, 神一造人就跟人立业, 跟哪个人立业, 跟亚当立业, 你说创世纪没有说, 你找荷西亚书, 我们都如亚当被约, 亚当跟谁立业, 亚当被约, 他跟谁立业, 他被约, 其实亚当就是跟神立业, 亚当代表人类, 那么神跟神立业, 所以亚当被约, 全人类就被约了, 亚当怎么被约, 因为他没有办法顺服, 所以这个就, 现在基督顺服了, 所以今天我们因为,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信, 我们不做工信那位上帝, 他称罪人为义, 罪人的信就算为义, 所以再一次的说, 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话, 而离开这个世界, 结局是可怕的, 永恒的地义, 永恒痛苦的地义固然可怕, 那个审判已经叫你, 不知道要如何的害怕, 所以你会一生的事情, 全部暴露出来, 圣灵让路得明白了, 这真理, 原来只要信, 单单信, 他就可以得救了, 不必靠他自己, 做工理工, 今天没有跳出这样的一个宗教, 人还是一直的要在立功, 感谢上帝, 真理之光, 感谢上帝, 真理之光, 大大照耀他, 使他心灵得到了释放, 让他觉得保罗这句, 一人必因信得生的这句话, 等于是乐园敞开了大门, 我们一信了主耶稣, 一次过, 立刻, 上帝宣判我们, 是称立, 因信称立, 一次过的, 立刻的, 我们的状况还没有改变, 可能还是一个赌徒, 还是一个酒徒, 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 这个是救恩, 这句话好像是乐园, 的大门敞开一样, 我们一定进得了, 天堂的, 所以, 一人必因信得生, 托成了宗教改革的那一个中心, 那个核心的信念, 这句话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 一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宗教改革率先临到马丁路德这一个人, 先临到这个人, 他本身先宗教改革, 然后呢, 上帝在用它, 把改革带给欧洲的教会, 进而带给今日全世界真正的教会, 更进一步借助改革后的教会呢, 来影响世界, 所以宗教改革之后, 对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 商业, 社会,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路德的思想清楚了, 心灵也得到满足, 所以他因救恩而快乐, 他不是靠罪人自己来行立法, 也不是靠我们老祖宗的教会, 规定的礼仪跟忏悔, 以前要寻各种礼仪, 然后呢, 还要忏悔, 常常忏悔, 到人的面前去忏悔, 现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生, 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的复活, 全本圣经给他带来了新的亮光, 对他来说, 圣经是从上面来的智慧, 是一本生命跟安慰的奇义书, 应该对我们来说, 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如何看待圣经, 今天有人说, 不要天天用圣经来压我啦, 我们告诉他说, 我们要回归圣经, 他抗议了, 因为今天是后现代, 后现代就没有所谓权威, 所以不要用圣经来压我啦, 主联名我们, 我们今天仍然要把教会带回圣经, 因为我们今天教会还是会离开圣经的, 今天有没有离开圣经, 你说没有, 今天常常强调归回圣经, 我告诉你, 一到金念门口, 你就发现这是一个离开圣经的教会, 这是神学院的, 你看到那个屋子上面, 有某某人的纪念咯, 改革中的信念是什么, 改革中的五大核心的教导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五个唯独, 其中一个唯独是, 唯独神的荣耀, 唯独神的荣耀, 可是几十年前的带领者, 当然不是他们信仰错误, 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 而怎么样呢, 而对一个有贡献, 的确是对金念有贡献的人, 然后找个东西来纪念他, 每一支写的大大, 什么纪念楼, 那个什么宋上节, 还有个宋上节纪念楼, 我告诉你, 其实这次是离开圣经, 离开哪一点啊, 唯独神的荣耀, 一切都是神的荣耀, 我可以保证各位, 再不会有其他人的纪念楼, 出现在金链里面了, 我们知道郭柯昌牧师, 黄碧鸾院长, 都很有贡献, 我们今天再也不会, 有一个郭柯昌楼, 黄碧鸾楼在这个地方了, 这就是我们需要回归圣经, 改革, 宗教改革, 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意义就是, 其实宗教改革就是回归圣经的运动, 宗教改革也是宏观的, 护教的行动, 所以教会需要护教的, 所以今天从宗教改革, 我们就更加的要为教会的信仰来警醒, 感谢上帝, 借着耶稣西都所成就的各样的恩典跟福气, 耶稣所带来的各样的恩典跟福气, 终于临到了马丁路德, 所以他现在呼吸上帝救赎大爱, 所带来的新鲜空气, 现在自由了, 舒畅了, 路德现在想要把救他脱离黑暗, 进入奇妙光明的救恩真理, 传来所有的人, 他很渴望传扬, 因信称义的真道, 无论到远处到近处, 慢慢他就知道, 哇,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正在等着他去启动,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他已学到了保罗说,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他的前途, 他要为主工作的前途虽然黑暗, 但却是有了光明的盼望, 路德这时候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 但是他却住在修道院里面, 1510年, 他为了奥古斯丁会的事, 受派到罗马, 他很高兴能到罗马去, 因为到如今, 他仍然确信, 这已经变质的教会, 依旧是教会, 没有错, 他这样想的, 所以教皇是耶稣在地面的神圣代表, 没有错, 他还是这么想, 罗马是永远的城, 是神圣的最高的宝座, 对了, 然而, 他却彻底的失望, 因为他, 当他越靠近这座所谓圣城的时候, 他从多方面发现这个城的败坏, 他到了罗马, 因为他是受委派到罗马, 他听到许多, 他听到教皇跟教会中, 身居告位者的那种许多恶劣的行为, 恶劣的行径, 并且在这次的旅途中, 他发现各处的修道院, 这些圣职人员, 无知的可怜, 非常无知无知的可怜, 而且十分迷信, 今天如果你到一些教会去, 你也许会发现, 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 也有一些很可怜的这些传道人, 迷信的传道人, 你可能会发现, 可能有些教会仍然很可怜, 主怜悯我们, 在路德那个时代, 很多的圣职人员是这样, 而且甚至有根本不信的, 甚至亵渎的, 所以他在罗马待了四个星期, 当时的教皇叫做朱利二世, 不过他发现他不过是个有阴谋的政客, 贪爱利益,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用各种的手段, 不论是好的坏的手段, 来达到目的, 他在罗马到处去寻求祝福, 他像个疯子到各个教堂, 各个修道院, 各类有名的地方, 他深信听到关于他们的事, 不外是各种各样的欺骗, 和各种各样的欺骗, 他参加了十几次弥撒, 在罗马, 可是却有点可惜, 他说什么, 哎呀, 我的父母还没有死, 不然就可以自己把他们的灵魂从炼狱中救出来, 听懂吗, 因为他参加弥撒就有功劳了嘛, 所以这个功劳就可以把他的父母亲从弥撒, 从炼狱中把他救出来嘛, 他累了许多做弥撒的功劳, 但可惜大爸妈妈还没有死, 还没有在炼狱里面, 路德特别提到一个叫做比拉多的阶梯, 据说这个比拉多在损物耶稣的时候, 站在这个阶梯上来损物耶稣, 而这个阶梯很神奇的, 从耶路撒冷就搬到罗马, 谁是要是罗系, 罗系就是膝盖啊, 没有包布, 没有穿长裤之类的, 就跪着爬上这个阶梯啊, 这个人最一定得到赦免, 路德也跟风嘛, 那时候他相信这些, 可是他却有不同的结果, 多年以后, 保罗路德就是他的小儿子, 这样写说, 当他的父亲在那个比拉多阶梯上祷告的时候, 先知哈巴谷的话, 进入他的心中, 一人必因信得生, 不是爬这个比拉多的阶梯, 而罪得到赦免, 是一人因信, 罪得到赦免, 他立刻发现爬梯啊, 对罪的赦免啊, 是罪得赦免啊, 毫无用处, 毫无加速, 我们想一想, 当时的教会, 为什么会这样的糊涂呢? 这些教士都有机会读圣经的, 为什么没有把圣经的真理读出来呢? 我们在想到, 如果上帝认评一个人, 这个人的生命是很可怜的, 我们再次想到, 如果撒旦在迷惑一个人, 他受迷惑, 我们真是很难去想象, 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我们, 今天, 撒旦也是用种种的办法, 在迷惑我们, 引导我们离开圣经, 罗马之行是他生命的一个里程碑, 他从德国到罗马, 他跪下祷告, 他欢呼说, 很高兴地说, 神圣的罗马城啊, 圣灾,圣灾,圣灾, 一律圣徒的血曾在这个地方流出来, 这个是在赞扬罗马城, 但是当他结束了罗马之行之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罗马, 他说, 罗马城是建在地域的上面, 那里的城堂是建在地域的上面, 你明白说什么吗? 你明白吗? 他之前看罗马是天堂, 现在看罗马是什么, 回到威登堡, 不久他得到神学博士学位, 1515年开始在教区礼拜堂讲道, 离开生教改革不过是两年, 哇,这两年很紧张, 这使他和百姓的距离拉近, 他们喜欢听他讲道, 因为当时没有人宣讲基督的真理像他那样, 但这不过是刚刚开始, 上帝的智慧, 一步一步的带领, 无论是人, 借着人还是环境, 终于让路德不得不强烈抗议教会的错误, 跟教会的那些做法, 事情是这样的, 教皇决定重建罗马圣彼得教堂, 非常最大的费用必须由各地教会负担, 定将钱送到罗马, 因此必须发行特别的赎罪券, 莱比西的一个僧侣叫做铁泽尔, 他是德国莱比西那个地方的, 他负责在德国各地促销赎罪券, 他有一个标准, 你的根据罪的性质, 根据罪的性质, 以及他的社会地位, 他就要定下你要买多少钱的赎罪券, 有人为了自己还没有犯过的罪, 也先买赎罪券, 让他们以后可以找脱炼益, 这个贴责也告诉人, 可以为已经离开世界的亲朋好友买赎罪券, 帮助他们脱离炼益, 帮助他们脱炼益, 帮助他们脱炼益, 当钱闭在箱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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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个灵魂从链翼跳出来, 对了, 非常好的意义, 那么又有一位叫做Albert, 送许多钱给教皇, 就得到了主教的职位, 但是他为了贿赂, 那个钱是叫钱庄, 当时的钱庄借的, 这钱庄跟罗马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此他们就安排好了, 他委任贴责为代理, 替他卖赎罪件来清还这个借款, 这个借款是他贿赂教皇得到主教的职份, 路德吃得不得了, 路不可饿, 就极力在传扬真理的时候, 极力反对贴责跟他的做法, 一般民众对于据说, 能够使他们脱离恋意的赎罪劝, 且敏感度不够, 而且还相信, 所以路德就决定采用更激烈的行动了, 于是他写了九十五条论纲, 于1917年10月31号中午, 将论纲, 将这九十五条论纲, 订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口, 终于启动了宗教改革的巨轮, 那么宗教改革就从今天开始了, 那我们今天也就直接竖在这里, 我们下车大家哪里呢? 我们下车大家长在一起,